王思聪的前女友豆腐是所有的网红女友中最受关注的,网友们更喜欢把她和雪梨做比较,她和雪梨以前以后都是开淘宝店的,也都是老王在一起时间最长的,但是凡事都有你,雪梨和王思聪分开后,事业更上一层楼,还过上了豪门太太的生活。 而豆腐呢,日子越过越有些捉襟见肘,早前豆腐主的是集体宿舍,用的是平价商品,认识王思聪之后,住所立马搬到了淫太,如今截然一身,豆腐也做起了自己的亲身品牌,毕竟粉丝效应还是在的,但结果是,不懂得售后服务规则的豆腐,因为拒绝退货,又失去了一批粉丝,这件事对豆腐的影响似乎不小。 没过几天,网友发现豆腐去旅游了,还开心的和大家分享快乐,豆腐这次去的是川西,没有华丽丽的修图,没有名牌榜身。 这一看还是很结比气的,不过也正是因此有人调侃,和王思聪分手之后,豆腐连出国都出不起了,之前王思聪带着豆腐去欧洲旅行,带着小女友买买买买,如今豆腐一个人形影单直,不过自非于安直于智了,豆腐本人开心就好,希望他能好好发展吧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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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